量学是王子老师发明的一门古事实践科学理论 被广大量勇称为古海明灯 王烟师姐是王子老师帝传帝子 更是量学云讲堂金牌伟女教练 星光量学大家长 他始终秉承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理念 被大家亲切称为暖心贴心知心的优姐 王烟师姐曾经古事多年 诗盘操作稳健系列 善用三仙规律解量红 诗强装选强 请刘谷及奥底淘金风筝飘 诗从王子老师后 更是精修勤练 神德量学争帝 其授课特点量学思想后事 解盘与交流中 随处可见其思想 深邃思维超前思考深刻 对各股的前世今生解剖得清楚明白 实践经验丰富 看盘有大局 解盘有逻辑 预判有重点 进退有标准 实际操作中 善于把握凝界启动点 教学思路清晰 注重基础原理挖掘 临盘细节解释 透彻到位 优善找庄家特点规律 看本质核心 定关键节点 教学风格 灵活务实 战法运用灵活 擅长抓大 放小 看长 做短 时装 选强 擎龙 桌腰 对清华量学援助教材中的量学战法 如数夹征 适合量学基础薄弱 不会玄乎的学员打牢量学基础 提升玄乎能力 也适合老学院强化综合运用 把握实践细节 学习 量学理性要求 我们不推荐任何个股 只按量学标准 自行化线练习 求你一律不需有买卖两次出现 交流过程 禁止建股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本视频用于解读清华版量学经典 援助弘扬清华版量学技术精髓 免责声明过往案例 仅供参考 不做未来收益保证 据此操作风险自负 今天与大家交流的还是这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大盘的分析 第二是盘中个股分析 第三个是个股预判分析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你看今天的大盘依然是跳空音 你看跳空音 是不是 未破底 你看它要想上 不过鬼门关 还要往下窜 我们结合量波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 你看它到了这个阴的二一米 处都没有处上 就拐头向下 同时呢 这量波不健康 世界在盘中已经实时提醒大家了 对吧 你看 当下是金种 金种回踩的是这个阳柱的实底 也就是我们预判这个黄金柱的实底 是吧 黄金线 回踩黄金线 我们等它确认 是吧 由于这个是这一根阴柱 我们知道它是上周五 对吧 它经过了 你看 后面周末两天 又经过了这三天的确认 是不是 它的这个真底没有破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底是比较可靠的 因此它一旦出现阳盖音 是不是 说明它换档就要出现了 对吧 因为第一级真底 我们说是刹车 那第二个呢 出现它就是真底抬高了 那王牌确认的话 是不是整个的行情就会向好 当下我们就要画好盘前三线 大盘的预判的线 我设的是这个大洋的这个实底线 为下线 那依然以它这个二一位为上线 那谨慎者可以说这个大洋的二一位为上线 为什么 因为这里你看它单枪上筒并没有有效赞 常态的情况下 主力依然还会继续确认 那你谨慎者 那如果是个股的话 你就可以设到这个大洋的二一位 因为不过阳关道是不是 我们说跌破阳关道 有票赶快逃 那它不过阳关道是不是也没有赞赏 它的二一位 所以说不能够确认它能否想上失衡 对吧 那一旦确认站稳呢 常态它就会想上失衡 那我们下一个上线的目标就要看到这个阴的二一位 那这就是盘中要动态的来看 我们设盘前三线只是为了提前做好预防准备 那我们再看一下板块 今天的板块来按涨幅榜排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船舶是第一名 那航空第二个 通信设备第三个 那这个RT设备是第四个 通用机械 你看下面应该串的都是新科技 对吧 新科技 那就说明什么 这个船舶和一个航空 你看它这个里面是不是涨停板比较少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最好的一个热点方向 那我们的热点是在哪里呢 依然是在科技里头 那同时要叠加更多的 带脸越多 那它这支个股 其后的走势往往就要比其他的个股要好好很多 为什么我们师姐常说是不是 叠加的越概念越多 它的加方向就越多 那加方向越多是不是 就是它只要大盘一起稳 建构相对比较好 它往往就会随风而飘荡像洋花一样 对吧 那我们今天看到国防军工是九个掌停板 那这九个掌停板是不是非常的过热 往往过热的时候 同时它就要产生什么 崩化 因此我们在这个国防军工 有个股的朋友就要防止它崩化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军工板块是不是走了一个什么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底部 真底抬高 而且双胜 因着常态它要向上 所以说那你就要看好你手中的个股 这个板块的这个阴尺顶能不能够有效突破 如果不能突破你的个股要是走落了 那你就要随着这个板块整体的走势 进行一个全方位综合的考量后 如果说它也是你个股也遇到了强阻位 那该怎么办 常态的情况下 先用我们师姐教的T0战法 或者是先减仓进行应对 不破下限你可以继续持有刺骨 进行T0应对即可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从这个排行榜上 我们就能够知道 当下的热点依然是在新科技 你看人工智能机器人概念 G芯片对吧 光伏这就是能源 那能源和新科技叠加到一块 往往它的走势 如果说建构非常的好 那走势就会势不可挡 师姐今天在盘中也提示了大家 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在盘中提示的是什么 观察行能源板块持续性 你看起峰支 是不是什么 电力 我们要气力学习为佳 那这个时候 大盘已经出现了阶段的底部 这往往是我们 你看我们世界其实的 是不是非常的到位 用什么奥底陶金 加我们的AA地桥来学习 那观察什么 观察行能源板块的持续性 那就是光伏呀 触能呀 对吧 这些板块 你要找到结构 建构 要好的个股 就继续的观察 一旦符合量学的标准 我们就能够大胆的跟进 今天我们来看看 师姐在盘中提示大家的文艺科技 你看是9点27 对吧 还是在结合竞价中 你看这就是个股的走势 是不是 你看盘中已经提示 师姐为什么看得这么准确呢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此后上涨之后 你看这个逐利是不是上涨放量下跌缩量长期的进行了一个下跌的调整 你看在这里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阶段的底部 你看它踩在哪里 它是踩在这个掌停板的石顶上 是不是有掌停板基因被保护着 同时你看它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有多个百日低量 那又说明什么 主力洗盘 是不是控盘到位 也已经洗盘也已经到位了 你看在这里已经显示出它冲冲欲动 因此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的师姐就在这里 你看到它跳空高开 又站在了AA地桥的上面 是不是 这时候就提醒大家了 对吧 如果看得懂朋友的话 那集合进降 是不是就能够享受到这一个掌停板了 所以说 奥底加AA地桥这个战法 是不是非常的好用 管用 实用 是吧 那当下 你如果说看懂了这只个股 你已经跟进去了 那你就要做好 明天的计划 那就是盘前三线 对吧 上行找阴时顶 下行找阳时顶 大家都知道 那你设好盘前三线 根据它当下的走势建构 那我们可以根据跳空 普通的原理 它的顶 它的顶 我们可以设置到这个位置上 由于它是假跌 必有增长 那如果说 主力在次日继续调空向上 那我们的上限 就要跟着主力的上弓 同时亮波上的动作 就是主力上弓的力度 力度进行动态的来调整即可 这是我们世界 由今天9点27分 与大家交流的一致各部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焦点科技是9点33分 都是刚刚起涨的时候 与大家进行的交流的 你看 这只骨是什么 是一个龙头了 对不对 它为什么能够起 你看 是不是热点也跟上了 刚才给大家说了 是不是新科技 那新科技跟上了 这又是龙头 它下调的幅度 又没有跌破 它连续拉升上涨幅度的 上三一位 对吧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里不破这个大阳的二一位 是吧 跳空缺口也没有捕 说明什么 它的势还在 那今天早晨的提示 9点33分 我们看看 是不是 刚刚启动 如果你反应快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吃上 这个 这只骨的涨停吧 今天还是多倍量的涨停 是不是 常态必有新高 那突破这个二一位 必然向这个阴的十顶进发 所以我们盯好这条线 它跳空到整个上方的话 那常态应该要向上 如果说它该上不上 那我们就要用到量学上的该差不差 对吧 战术来进行变态处理 我们世界提示的是非常到位 这是相当的及时 是不是 所以跟着我们世界学习 你也能够做到准确的 在盘中就能够浮起到涨停板 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再看这一支特连科技 是不是前面我们世界一直在反复的 与大家交流 对吧 那而且在公开分享课里面 也跟大家在持续的交流 那如果你看懂了这支个股 是不是这一波的利润 你也是能够轻松收获的 是不是 你看它整体上涨量能很含蓄 你看调整不破 打烊的R1位 你看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上涨 它上涨的幅度越来越高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防止它出现酒阴 即可 如果说你持有此股出现酒阴 第一时间应该先逃 你看这支个股在这个位置上 就已经发现了 你看已经翻了多少倍 三倍了 是吧 所以说牛股处处有 关键看我们有没有眼光 有没有能力骑上牛股 有没有眼光去发现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过程必须是在系统学习之后 你才能够有这种眼力的提升 所以跟着师姐学习 你常常都会不由自主的跟到牛股 同时呢 你也能够学习到师姐是如何选牛 如何骑牛的 那又是如何从牛背上悄悄的下来的 没有惊动 庄家享受了那种快乐 这是我们师姐 于是大家呢 你看我们 我们趋势的龙头的风向标 大风筝 对吧 酒阴对应即可 那这只呢 大港股峰 我们师姐 是不是前面就给大家交流过呀 你看 是不是当下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那我们看看这只个股 虽然它没有涨停 你看这只个股 这一天说 画好一条线 上下两重天 如果你看懂了 那你跟进这一波的利润 是不是也很丰厚呀 是不是很稳健 所以说 跟着师姐学 AA结合 奥底陶金 加AA地桥 那你这一部分的利润 你肯定能够收到 所以说 跟着师姐系统学习 你就会学会稳健的操盘模式 而不是让大家进行盲目的追涨 这一只 我们师姐 是不是在这一天 大家交流的 5月8号 你看 这里都是有时间的 你看5月8号 与大家交流的 今天及时提醒大家的 对不对 所以说 你跟上师姐的节奏 跟上师姐的思路 那这样长期的 往复的训练 学习下去 那抓龙抓牛 是不是就变得轻松很多呀 那我也是跟着师姐 是这样学习的 你看 在这里出现是吧 低开高走 应该平开高走的 极大音 刺打烊 强装 对吧 那这么强的庄家 肯定会引起关注 是不是 在这一天 出现不破21 是不是 他没有跌破21 同时又在 阴柱的石顶上 是不是 说明他依然很强势 那这一天 确认过了 阴的21位 是不是 你就可以大胆的跟进 在他调整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什么 及时的撤退 为什么师姐 提示大家要 反复的进行 机灵 因为现在的主力 不像以前 会连续的拉板 或者是连续的拉伸 往往他们都会采取 用机灵的方式 来获取最大的收益 所以呢 我们要从装而动 所以装用什么操盘手法 我们就要跟上装的节奏即可 今天出现了假羊 正音 而且量波不健康 世界已经提示大家 但是当下是缩量上通 是不是 说明上方的抛压 并不是很大 但是假羊正音 不必当心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以弱是强 是吧 所以我们要防 那如果能够办上这个高量柱的石顶 是不是 那才会有进一步上涨的 上涨的可能 同时它的上涨空间才会被打开 因此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高量的石顶 站稳 我们在核击跟进 一定要学会灵活的应对 这是我们 这是我在四十一期盘中 与大家交流的个股 是不是 大家都感到很生气 这些的神奇都来自于反复的系统的学习 跟着诗节的思路 我们进行反复的演练 或者是思考 还有了今天的这种盘中 都能够进行抓个股 涨不停或不停涨的个股 对吧 你看今天提醒的这个融创数据 为什么敢说 是因为它跳空 同时它站到了左峰之上 风时亮波又是正三维 是不是 它的前期的建构基础呢 也是相对的比较的稳健 因此像这样的个股 没有九银出现的话 我们常看是要继续关注的 还有这一支 是不是 前面给大家交流过 你看它始终不破关键的亮线 那今天出现次样过阴半 是不是又是机会啊 所以说你看 今天大盘开始跳空音 那个股却已经做好了准备 你看七刷刷的该上涨了 是不是 这一支正有科技 也是在盘中提示大家的 那为什么我敢在盘中 提示大家去关注它 是因为它的量价建构 非常的漂亮 那如何看到漂亮的建构 能够有把握的进行介入呢 这就要需要系统的学习 我在这里也只是能够 给大家讲一点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知识含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我跟你讲 只讲这某一个局部的话 那你做个股往往会使得其反 所以说跟上师姐去学习 你把所有的量学知识都学懂了 再把它贯通之后 那神奇就在你的眼前出现了 那我们当下来看看这只个股 是不是 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你看底部不断抬升 同时呢又过了左峰 对吧 那主力过了左峰 我们知道每个峰都是主力做出来的 那主力做出了这个峰 而且我们要知道每个峰都是体现了主力的战略意图 对吧 那我们就要学会如何去把握和分析出主力的战略意图 就成为了关键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当下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 高亮柱 对吧 你看后面 指甲升亮缩 它创了新高 却不上涨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盘的走势 是不是 你看 它是不是 强于大盘 反复的震荡 那一旦大盘 回踩有底的时候 个股同时 你看我们又结合了什么 结合了盘中的热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知道 哎 它强于大盘 同时呢 它又是在热点之中 它的量价建构又好 是不是 那回踩又有底 那过了阴半 就是你的一个 什么 伏击的位置 那稳健者在这里 过阴半伏击 是不是 也有15% 15%的利润在手了 所以说明天该怎么走 那你就要结合 它前期的走势 都有创新高 你看它创新高后 就有调整 因此在这里 一旦它出现了一个 创新高 量不不健康 常态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减仓 或者是 减仓 或者是 你清仓 也可以 等它踩到位 确认的时候 再跟进 也有机会 还有这一只 是不是 也提醒大家了呀 你看 这只个骨 它为什么 走得好 你看 它是跳空不补 背量不穿 对不对 这里又是什么 我们世界的 AA地桥 对吧 那在这个桥面上 它不停的 反复的上下踩 是不是 你看 形成了一个 含蓄的上跳空 今天的跳空 离开精准回 才在 你看 这个掌平板的实点 这个高亮的实点之上 是不是 你看 处处有精准 那王子老师 在亮住 亮线桌掌平 你做得非常清楚 它有 三个精准点 支撑的一条线的时候 已经具备了什么 上空的动能 那你看 它有几个精准呢 有四个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 它上空的动能 倍增 像这样的个骨 一旦发现 它回彩 确认 风时 成为正三维 是不是 就是你 囊中 之物了呀 那 我说的 是不是 大家觉得 太轻松了 但是 事实就是这样 你只要学好了 这样学 这些标准 同时 你把你的眼光 跟随世界 提升起来 那做任何个骨 你都会心中有数 你看 这一支 也是在盘中 对大家交流的 这支 为什么会 跟大家交流 就是 因为什么 你看 它的节奏 是不是 非常的强劲 你看 跳步 步步 背量 过风 而且 你看 它都是以 大阳柱 对吧 背量柱 想上 拉升 那 主力 已经告诉我们 它的实力 很雄厚 很强劲 对吧 这时候 它这个 背量柱 老师在 量柱 情长里面 也说得非常清楚 它继续显示 自己的实路 实力 一方面 也是在干什么 被自己 在铺路 在这里 形成过风 保顶 知识 这不是 就是我们 高度 关注的时候 一旦出现 再次 创新高 你要不要跟 那 稳健着 或者是 你发现的 这一天 是不是 你也会 跟进它 为什么 过左风 而且是什么 量价 双胜阴 对吧 又创出了 新高 那 主力的战略 意图 已经显现 那你不跟它 还跟谁 是不是 所以说 你跟着师姐 学会了 看懂了 量价建构 同时 看懂了 主力的 每一步 节奏 那 跟装 就是很 轻松的 一件事情 这也就是 王子老师 在量价 多长 听你说的 我们要找什么 装 找活装 是吧 跟牛装 这才是关键 而不是为了什么 仅仅为了跟装 关键是找活装 你活装找到了 那跟牛 是不是 就很轻松啊 所以这一支 也提醒大家 虽然它涨幅不大 但是当下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架升量缩 是吧 那架升量缩 合肌做多 能不能做多呢 那当量柱 如果说缩量 四一以上 那我们可以 积极做多 当下它缩量 是不是不够多呀 所以我们要防一下 等确认 再进行跟装 所以说 你看 盘中 盘中 与大家交流了 这么多的个股 它都处于上升 之时中 那又说明什么 量学是科学的 是可信的 所以说 跟上师姐学习 你就能够享受到 这样的一个 拉伸乐趣 不要怀疑 因为量学 你越相信它 你越容易成功 那跟着高手学习 是不是 我们就能够达到 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我再给大家交流一下 我的预判个股 这是上次 看是哪一天 5月12号的时候 跟大家交流的 对吧 这一只个股 这一只个股 走得非常的强劲 它为什么会走 这么强劲呢 一是它的建构号 二呢 你看到没有 光伏绿色电力 超灵界发电 虚拟电厂 这是什么 这都是与科技相关的能源 对吧 新能源 新科技 所以它建构又好 刚好搭上了送风车 所以你看 它花就扬得越来越高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学了量学 往往都可以在第一世界先发现它 对吧 那一旦你知道它是热点的时候 是不是 那你就大上了送风车 也跟阻力一样 扬花而上 对吧 遇到阻力呢 我们也要像阻力一样 像流水一样 逢低流串 千万不要把一只疙瘩 拿在手里面 不放手 你看这只疙瘩 为什么没走出来 一是 它没有跟上热点 二是呢 它这个建构 我当时选它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 它的量能很寒逊 它有一种叙事 叙事的形态 但是你看 它上头下菜 次日又来了一个上头下菜 创出了新高 而且当下的回调 并没有跌破什么 它这个 不断的 这个21位 是吧 它在上31位之上 所以说 这样的个股 我们还是有必要进行 进一步的观察 由于它不是热点 同时呢 由于它这个地方的调整 力度 是不是 时间也不够 它这个地方的基础 不是特别好 所以 主力 往往就会干什么 进行反复的震荡 如果说 上方的主力 已经被它震松 或者震下来之后 次日 如果说 它出现 比如说 明天 它要出现 跳空向上 峰时成为 这个范围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当下 它已经蓄势成功 对吧 如果说 它 不能够 有效的突破 跳空 确认突破 这个究竟的高量 石顶 说明什么 它依然比较弱 所以说 我们明天的上限 就可以设在 这个假音的 石顶 这个位置上 这是 稳健者 如果说 激进者 你就等 它突破 这个左崩 亮波 能不能够健康 对吧 你看 这里 高量 是比较多的 所以 稳健者 最好等它 突破 这个确认 才是我们 最佳的一个 跟装的位置 那 在这里 主力 有可能 会进行 反 再次反复的震荡 你看 像这一只呢 它就走弱了 一没有接到风 二 它不在 什么 国家的 重点 新科技 扶持的新科技 新能源 项目上 是不是 你看 所以说 你看这个主力 明明它已经 过了 左风 而且是用 这样停板 过去的 是不是 这主力 是很强的 而且是 出现了一个 高开低走 被动 撤退 次日 所量翻译 假跌 假跌主力 就会上涨吗 不会 为什么 主力 是水性 洋花的高手 那 在这里 是不是 又不在热点上 另一方面 你看 它这个阴的量柱 是不是 已经超过了 这个阳柱 说明什么 上方的抛压 是非常大的 虽然说 缩量三一 假跌 它不见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见 王牌 不出战 对吧 这个时候 我们要只关注 那 有的人 在这里 发现了 这只个股 前面 我不知什么时候 忘了 给大家提示过 我说 仿制服饰 有建构 好的个股 可以进行操盘 是吧 可以跟进 那 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是不是 它就跌破了 左风 那 是不是说明 它有走弱的 就像 常态的情况下 那 跌破了 关键 亮线 我们要第一时间 出来关 等它确认之后 我们再综合考虑 是否可以跟进 那 今天 跟大家分享 三只个股 就是 选的一只 空龙 空盘智能 这只 是不是 你看 已经站上了 战略峰 同时 你看 它的左侧 这个战略峰 是 架升 亮缩的 也就是说 是主力 空盘 之后 在这里 进行了一个 反复 震荡 是吧 而且 它震荡的过程中 有多组 百日 力量穷 在这里 出现了一个 倍量的 涨停板 在这一天 倍量 涨停板 是不是 它没有过 这个左风 那 我们只能 观望 为什么 第一次 往往是试探 那有人说 这不是试探吗 对 第一次试探 第二次呢 我们认为 它是试工 对吧 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 是不是 这个主力 是非常狡猾的 你看 你要在盘中 你要在看的时候 是不是 你这是一个 低开高阻的 假 假阳 正音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它 它就是 是不是创 新低了 常态 应该是继续向下 但是它该下 不下 而且在这里 形成了一条 精准线 那又说明 精准 谷底线 对吧 那 精准谷底线上 这样的股票 是不是说明 主力 计划性 和控盘能力 都非常强 那这样的个股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 一支个股 那精准线 谷底的精准线 它越多 那说明 主力什么 计划 控盘 力度 越强 那它就可能会 随时的 拉升 所以当你发现 这样的个股的时候 我们就要 多观察 多留意 那实质上是 它并没有 创处新低 对不对 所以说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平的 是吧 这个时候 我们辩证的 来看到这个女 是不是 它又是一什么 一是她 二是工 你看 它是工之后 始终没有有效 跌破它这个 凹峰 对不对 那师姐的A1 地桥 是不是就用上了 对吧 A1 地桥 你用上了 之后 那不创 那没有破 关键的量线 这就反复的震荡 我们就用 七零进行 应对即可 那今天 出现了一个 涨停板 你看到 量纹是非常 含虚的 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 它已经 站到了什么 左侧 这个 这个高亮柱的 石顶之上 同时 你看 它已经 突破了 这个整体 波段的 是吧 上三一位了 是吧 它强势 形态已经出现 所以啊 像这样的 个股 我们是要关注的 那有人说 我明天 能不能跟 我说 不能 为什么 首先 你看 它出现 涨停板之后 次日 就会来一个 单腔 上筒的 一个调整 那我们 根据 它前期 走势的习惯 是不是 我们就不可以 忙动 一定要等它 确认 一旦它出现 变态走势 它该调 你看 常态 它要调 它这不调呢 该调 调不调 那散到了 左峰之上 峰时亮波 正三位 亮波又健康 我们才能够 继续的跟 这一支是 理工 光刻 电气 仪表 这一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 不跟着 师姐系统的学习 我们看到 这一支票 是不是感觉 特别的凝乱 而且它没有明显的节奏感 当我们跟着师姐系统学习之后 那我们只要轻轻的一划线 就发现了这个主力的动机 你看它是不是步步拍升 你看顶部不断的像是吗 左峰这个方面靠拢是吧 那就说明什么 主力干什么呢 主力要进攻了 对吧 因为这里有几个真底 一二三四 有五个真底了 对吧 今天出现了一个 位量 而且 而且究竟对比 它是一个发烧柱 是吧 发烧柱 常态是要跌 但是我们要看 位置决定性质 它这个发烧柱 出现的是什么位置 你看 它出现了这个 左峰之上 它把所有这个地方的筹码 都已经被解放了 那主力解放这么多的筹码 它想干什么 而且它是用掌停板解放 想想 主力 它的意图 已经显现 当然 它一直意图显现 我们能不能盲目进行更拉 不能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站上战略峰 是不是 站上战略峰 那确认之后 还会有新领龙的战略进攻 所以 这个位置 就非常的关键了 因此 我们要学会 辨证的 动态的 来看 如果说 跳空突破 确认风时 亮波健康 同时 它又站上了战略峰 那 是不是 这个柱子 也就是说 这个发烧柱 就要变态了 那 亮波健康 我们才能跟 亮波不健康 我们还是要防 最好 等它回踩 确认之时 那我们跟装 才会 更加的 稳健 这一支是 三六 五网 那我们可以看 你看 这个是不是 这个主力 做了一个 大大的 U型 那 这样的个股 往往在 U口上方 我们是要 干什么 要出货的 对不对 由于 它是 涨停 你看 过了这个 拗口 也就是 过了这个风 是不是 这个主力 很强势 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 它是什么 拗口 平亮柱 对吧 攻势 猛龙虎 为什么会攻势 猛龙虎 那是因为 它已经 过了 左风 对吧 那过了 左风 我们同意 水平比 它的量 能相对 是含蓄的 所以说 它还是 有后径的 所以呢 我看到了 这只个股 把它作为 一个选项 那我们就 设好 这个左风 等它回踩 这个战略风 那如果能够 站稳 确认的话 常态 它才会进攻 当下呢 比如说 那会不会 直接跳上去 也起 有这种可能 对不对 那明天 这个板块 再度 爆发热能的话 是不是 大家都会 进行 跟踪 跟上 它的节奏了 所以说 这个风 是不是 还有一个风 那当下 它已经突破了 是战略风 那我们就看 它能不能够 破风 保底 确认成功 成功之后 量能含蓄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 就要看到这里 一旦它突破了 这个双风 是不是 老师在 那个 档亭密码里面 是不是也说得很清楚 突破一个风的股票 是不是很多 那 突破 多风 突破两个风 或多风的股票 就不多见了 那就说明什么 它 它 战上的战略风 它就要发动 战略进攻 所以说 这个时候 我们先 提前进行 关注 看它 能不能够 突破 突破 我们就可以 继续 跟装 如果不能够 突破 我们就要 学会用 梯里 进行 应对 看它 过风 保底 能不能够 确认 对吧 如果说 它不能确认 你盲目地跟进去 跌破了 左风 是不是 那 它的下降幅度 肯定会很大 是吧 因为 关键的亮相 一旦破了 阻力的公式 是不是 也就变弱了 兄弟们 熬眼师姐 始终把学员的成长 当作缝内 减贴市场的行情 不断调整 授课方案 使大家快速 适应全面 注册制实施的 操盘要求 王岩师姐 已提前做好 41期的授课 内容 结合量学 炒股三项几率 八大 注意事项 在第41期 金雄班 对学员进行 高要求 高标准 高强度 反复强化 凶链 使量学 炒股三大 几率 八项 注意成为 学员们的 潜意识 形态 也就是我们说的 条件 反射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不是 抛盘起来 更轻松了 使量学 炒股三大 几率 八项 注意 成为我们在 古事中 行走的 护身符 成为我们 炼救 古事中 是特种兵的 铠甲 成为我们在 古事中 迎期的 标杆 旗杆 黄炎师姐 第四十一期 即将开班 欢迎兄弟 姐妹们 加入到 相亲相爱的 大家庭中来 学习 量学 把自己 融入 强者的 队伍 把自己 炼救成 强者 从此 不再成为 古事的 韭菜 被 庄稼 收割 而是 与 强庄 为伍 享受 财务 自由的 乐趣 想请 请咨询 各位班长 当然 我反复 强调的就是 这一期 我们师姐 会对学员 进行高要求 高标准 强化的 高强度的 反复的 强化修炼 那你在这样的 一个学习的 过程中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能够 把你的 各种 不良的习惯 都能够 做一些 改善 或者是 改进 同时 如果说 你自我的 控制能力 又好 同时 加上 强化的 凶念 让自己 变得更 优秀 这样的话 你在 股市 行走 是不是 碰到的 暗交 就会 越来 越少 今天的交流 就到这里 再次 感谢 王言师姐 能给我 这样的 平台 结合 王言师姐 一注 一线 一空间的 思路 和大家 一起 交流 学习 感恩 亮学 感恩 王言师姐 感谢 大家的 聆听 星光亮学 基胸班的 学习交流 更加快乐 精彩 欢迎大家的 加入 我们共同进步 再见